一大事小者 樂天則也 孟子 以大事小者 樂天則也 這我已經不知道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現在就是放在這邊等著發展嘛 那又想錄一些東西 我就錄一些朗誦好了 以大事小者 樂天則也 以大事小什麼 就是啊 大人去服侍小孩 我是個大人物啊 可是 去那個 去幫那個 小孩子擦鼻涕啊 就是這個 殺雞用牛刀的意思 為什麼殺雞要用牛刀呢 不要顯得自己很驕傲嘛 所以你要 偉大人物去做一些很低賤的事情 以大事小者 樂天則也 明據的誕生 梁慧王 孟子梁慧王的章句後 為仁者 為能以大事小 世故 適故 湯是葛 文王是昆夷 這個只有仁愛的人啊 然後能夠 用牛刀來殺雞嘛 所以那個 那個湯王啊,去侍奉那個 葛 葛小寶 葛應該也是一個人民的國家 文王是昆夷 周文王啊,去侍奉一個 蠻夷之邦 昆夷 為智者為能以小勢大 以小勢大 聰明的人呢 就是用小勢大 地位低下的人啊 去侍奉那個大人物啊 故大王是 哇這古書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唸 熏周啊 絕對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唸 勾見是無 小勢大 以大勢小者樂天則也 以小勢大者衛天則也 所以你看你要去大 這個大人幫小屁孩擦鼻涕啊 是什麼?樂天人 很樂觀的人 然後以小 這個你小人物啊 去幫大人物啊 那個舔屁股啊 是什麼? 畏天則也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是中國的古書啊 看很多啊 你就知道啊 很多人啊 很多事情沒有什麼規則的 尤其是我們看那些史記裡面啊 那些 很厲害的人物啊 金科啊 哇金科是什麼 在菜市場上跟人家喝酒的欸 那種欸 亂七八糟的那種人對不對 哇結果去 刺秦王 對不對 你看那很多古書啊 你就知道這個都沒有什麼一定的 然後還什麼學歷什麼前科 誰管你那套 對不對 能幹就是好看了 對不對 能幹就是好看了 你看那個古書那些經典 你就知道能幹就是好看了 對不對 能幹 還有一個那個殺秦始皇的叫什麼 拿個大槌嘛 埋伏在那邊秦始皇經過 要去 要去 博那個什麼 一個大歷史對不對 那個那個人跟什麼學歷什麼有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歷史上就記下一筆 一大四小者是樂天者很樂觀的人 一小四大者是未天者 很智慧的人 都是可以的 你看古書就知道這很多角度都是可以的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規則 這個在多次與孟子討論治國安天下的基本綱要後 齊宣王這回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外交問題 外交問題 齊宣王王啊問孟子啊 我們要這個外交方問題 交鄰國有道乎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跟鄰國啊 來做個相處之道 齊宣王問孟子這樣 齊宣王問孟子如何才能與鄰國和睦相處 那齊宣王所處的戰國時代呢 當國與國之間發生問題與嫌隙時 幾乎都是用戰爭手段來解決 身處戰火氛圍中的齊宣王 雖然同意孟子以仁為本的政策 可以處理內政問題 但終究還是不免懷疑這套人政 是否能解決兩國爭端的棘手問題 這個齊宣王啊 雖然很同意這個孟子說 你要人啊 我對你人啊 你對我仁慈啊 可是啊還是懷疑啊 這樣子仁慈的方法 能夠解決這種國家國家的這個爭端的問題啊 什麼釣魚倒林土問題啊 你處處講仁愛仁慈 那等於就被人家這個欺負他頭上也是不行 那在這個身經百戰的孟子啊 在面對秦宣王的提問之後 自然有他的一套的解決之道 而這個辦法便是以史為賤 不是以狗死為賤啊 以歷史為賤啊 歷史做什麼 做戒賤 對不對 做一個禁止 賤 竟然是禁止嗎 舉出商湯周文王以及勾賤的例子 來印證自己的說法 大國要人 要以仁德之心對待小國 千萬不要用軍國和霸權主義來解決問題 因為雖然可能一時奏效 一時奏效 但卻不是長遠之際 你用軍隊啊或是那個霸權啊 來解決問題的話 可能一時奏效 但不是長遠的 長治久安之道 長治久安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很有智慧的一個方法 小國要治 要懂得自身的弱相所在 你一個小國啊 你要知道自己的這個 哪裡不足 弱相在哪裡 不是長相 不要唐貝黨居固不自封 如此一來 才能和大國和平相處 也才能讓國家長治久安 除此之外 孟子還提出了天命的大問題 孔子曾說過五十之天命 此處的天命 與孟子所提及的天命 大致意義相同 也就是明白天道運行的道理 因此聖人們不執著不強求 以順應天命為 立身處世之道 正由於商湯文王等 君主們皆知天命 皆擁有大人大勇的智慧 因此不會以自身的利益為出發點 而忽視最根本的道理 據此孟子才會說出 只要大國們的國軍 以行天命為樂 願意順應上天有好生之德的真諦 而小國的國軍們能敬畏天命 願意服從大小之別強弱之分 不應與大國為敵 你不要硬去跟這個比你強大的人為敵 你美國就是這個很強大 對不對 這個科技武器很進步 你看到美國人就是你那麼強大 我就踢你一下看你怎麼樣 那就等著被人家M16把你打出來對不對 神經病嘛 對不對 人家強大有他的原因 有他的歷史背景 有他的道理嘛 你不能看到人家強大 你就要去弄他一下 對不對 人家明明就是 身上有個破擊炮 那你身上就有一個美工刀 你還說我要去割他一下手 你割他一下手 一個破擊炮就把你的腦袋都打不見了 因為什麼 因為什麼 那個你的力量一定跟你的義務是 Equivalent Equivalent 是相等的 對不對 你的力量跟你的義務 你有這麼大的力量 你一定有那麼 有這個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對不對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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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力量一定是 Equivalent 你一定是平等的嘛 你不 小國啊 你不應與大國為敵啊 自然全天下的百姓都不會陷入戰爭的水生火力之中 所有的百姓都能保持穩定 孟子在這所闡述的天命說 雖看起來有些深奧 甚或行而上 行而上 行而下 我之前說過 就是行而上就是摸不到 抓不透的 但他指出幾個關於大國與小國間該如何和平共處的說法 在今天人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重複一下 他是標題是以大是小者樂天 者也 那以小是大者是為天者也 然後他說這個 人者是以大是小 那智者是以小是大 都是可以的 仁慈的人是大人啊 幫那個小孩擦鼻涕 那這個智慧的人啊 是那個我們小人物啊 這個 不要去跟那個 你要對那些很強大的國家 人家有別的事情要做嘛 你不要去 人家背上就有一個舟機飛彈 你不要去拿美工特去在他身上歌一下 對不對 人者以大是小 然後智者以小是大 對這個年輕的學生啊 一定要講這些 孔末老中誅子百家 一定要教思想上的東西啊 才會讓人家喜歡中國 對不對 對這些讀書的人啊 你一定要講這個 思想上的東西啊 先情 朱子百家 孔末老中啊 你才能夠宣傳中國的內容 不要一直講武力 你要講一些內涵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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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韓信跨下之辱啊 什麼荊柯復經請罪啊 什麼愛國有什麼 什麼毛遂自見啊 什麼那個什麼雞鳴狗道之圖啊 這以前不是有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夢長君啊什麼那個 世人啊都會養一些門客 有沒有 搞很多人嘛 雞鳴狗道之圖嘛 搞得很像那個幫會的堂口一樣 對不對 什麼夢長君 平原君君 姓林君 春春君 對不對 搞一下奇奇怪怪的人物 他的 一些時刻有沒有 你看這些這些這些都是很棒的故事 故事啊 這些什麼曹末 念正 金科 煙太子丹 還有這個完璧歸照 對不對 那個這個 這些就是 什麼毛遂自見 然後這個 那個 逢歡示意 他搞一些借據啊 要他去菜市場上 去收帳啊 結果他把這個借據全部燒掉 然後他回來跟他 跟他跟他老闆說什麼 老闆我幫你買一個東西啊 叫什麼 液 那個液器那個液啊 他把他借據燒掉 他跟老闆買那個液了 我幫你這個 錢我不要 可是我幫你買給我價值東西 買那個 人液的液 好時間到了